总是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永远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 这多好啊 所以她开的餐厅 你是老板了现在 但是我们现在经常吵架嘛 感情也不是非常稳定 而且我们现在经济 还有各方面的物质保障都没有 我觉得结婚不是儿戏 所以就觉得这件事情应该 慢慢再去考虑 等我们都稳定下来 所以按姑娘的说法 这个婚是断断结不得的 为什么呢 男生不成熟 对 经济不稳定 最关键的是 我们还经常吵架 感情也不好 是不是 是的 先说说她怎么不成熟好吗 有一天吧 我晚上回去 她说给我准备了一个礼物 我当时特别开心 她搞得神神秘秘的 也不告诉我 打开一看 里头是几瓶减肥药 我当时都懵了 我就觉得我好像也不胖呀 为什么要给我买减肥药 她是觉得我很胖吗 而且我们那时候刚开店 就是要省着点钱用嘛 然后呢 她卖那几瓶减肥药 花了好几千块钱 你说说为什么呢 这边之前我们俩 有一次吵架了嘛 正好我朋友 在那个朋友圈里 就卖这个减肥药 我就看到了 我就想 她老在我面前 就抱怨说 说她自己胖 我就想着 给你买个减肥药 你就减减呗 不好啊 那女生在男朋友面前 说自己胖 不就是想让男朋友 说自己瘦吗 就我们那知道呢 对啊 我哪知道呀 你看看 猜得到 她又不跟我说 我也不知道 本来想给她个惊喜 结果她还反倒怪我 我还挺冤的 还有什么不成熟的事 她还特别不懂得 人情试过 有一次我说 我们要回家去看看我姐姐 毕竟是第一次见面嘛 最起码应该准备一个礼物 然后我就暗示她 结果她没有任何反应 到人家那儿之后 还是我自己准备礼物 然后我到人家那儿 还得跟她说 这是她准备的 她有多有多好 其实我心里就挺难受的 她连这都不懂 当时我们俩 就在外边旅游嘛 我就想着 那出来玩 你就该玩的时候 好好玩嘛 就送礼物 你回去也不耽误呗 再说了 我们家钱都是她管 你就给我那 一两百块钱零花钱 我拿啥买礼物呀 我就是想着 她能有这个想法 就是什么事都不用 我告诉她 她能主动一点 行吧 这不容易 慢慢成长 还有什么 你抱怨她呢 她就也特别不上劲啊 一直以来 就是都觉得自己特有文化 天天沾沾自喜的 我也不知道 她在骄傲什么 就有一次呀 她在家里头 就玩那个直播嘛 试播的时候 有人就发那个弹幕 然后就问她说 这首BGM是什么 那BGM就是背景音乐的意思嘛 她连这都不懂 然后还在那公放说 什么B 哥 M 她就在那念出来 我当时就觉得挺丢人的 我就告诉她说 我说这就是背景音乐的意思 她说 那人家直接说背景音乐 就行了呗 还打什么BGM呀 还有我们那天 就之前坐高铁 要去一个地方 然后在车上 有一对父女嘛 然后玩那个成语接龙 她来劲就说要跟我玩 我说那好啊 那就玩吧 然后我说出来成语 她给我回的词都是什么 浪花朵朵 天天想你 这明明都不是成语嘛 我就跟她讲了 她非得跟我辩驳 然后我就平时跟她说 你就多看点书 也挺好的 对你没有害处 她说看书干啥 看了也没用 就这样子 她倒是看的书多 倒是挺有文化的 那最后还不是跟我在一起了 你真这么想吧 而且她老说我没文化 她说那些都不对 我觉得 我天天装着那个样子 不是就是为了逗她开心吗 说白了 我就想当她身边的开心果 那到她眼里可好呀 我就没有文化的 那我还伤心着呢 比如说之前买礼物呀 我给她买了吧也不对 不买吧还不对 上次我就说 在网上给她挑个礼物吧 我就看了一个暖宫宝 减肥药没用吗 那暖宫宝应该女生都需要吧 然后她就很好奇我在干啥吗 她就问我在干啥 我想着跟她个惊喜 先不告诉她 她不乐意呀 就非要知道 我最后拗不过她 她看完之后就给我发火呀 她说你看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问她嘛 我说那你说你喜欢啥 你告诉我 我给你买的镜样行吗 她想了一会儿啊 她就说 现在我俩在一块儿 我也不缺啥 而且我们又不是刚在一起了 就没必要过什么节 都给她送礼物 我当时听了我还挺感动的 谁知道第二天 她就跟我翻脸了 她就看人家的朋友圈 都在那儿秀礼物 她就在我身边抱怨 就说 我这个小姐妹有什么 那个小姐妹有什么 你再看看我 那我什么都没有 那我当时不更委屈了 我就解释呀 我就说不是没有啊 我给你买 你自己说你不需要呀 那她不听呀 她就开始给我发火 她就是分不清好类话吗 那我说不买她就不买 她老觉得我对她不好 我就觉得我对她已经够好的了 她没事这样 她还在网上看那些什么小视频 看完了她还得学 就一天晚上看完小视频 就要把她的脚放到我肚子上 我给她暖脚 我也没说啥就给她暖呗 就天天都给她暖 就有一次 天天都暖啊 天天都暖 可以啊 就有一次我肚子疼嘛 着凉了 她还要暖 就说要不你放我背上嘛 我背也挺热的嘛 然后我就趴床上 把她脚放我背上了 结果人家就跟我翻脸呀 就提我 怎么回事姑娘 因为我看人家小视频上 那男生和女生就秀恩爱嘛 人家都知道 主动给女朋友暖脚 我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她一直都知道 我的手和脚都特别凉 但她从来没有主动地 给我暖过脚呀 有没有暖过先说 是暖了 但是是我说的呀 你说暖了就行了吧 我就想让她主动地给我暖 让我知道 我在她心里也是有地位的呗 一直以来都是 她对我的爱和付出 都太被动了 我觉得我够主动地了呀 她现在越来越懒了 天天晚上回家 她连脚她都不愿意洗 那我就问她呀 我说你为啥不洗脚呀 她就来劲了 她说那我脚不臭 我洗什么脚呀 那我就说 我把水给你端过来 我给你洗完 你舒舒服的在睡觉嘛 哦 你还给她洗脚 那还是不愿意 我就不洗 这挺主动地了 她就是天天磨磨叽叽叽 我就是不想搭理她 其实我挺不赞同左言说的 什么灵智灵章 子仪谁漂亮 我的女朋友最漂亮这种话 如果这句话 真的是发自真心 我对这种话 是不吝点 她说我現在不敢 但是我对她都看不懂 我爸爸 但是我怎么会 是要不服务 现在她是什么 我就是她的 我 她说她 就是她 複装 跟妳 或者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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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会叙叙叙叙说你很多的毛病 但我说出那些也是因为我真心地在乎你 我就希望他能改正 咱们就改正 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再多给彼此一点时间 我就想让你不要那么着急 我不是不想跟你结婚 我只是想慢慢的 我们踏踏实实一步一步来 你可以理解我吗 来 喝知识 长知识 保卫爱情靠知识 现在请我们的嘉宾朋友们一起打开 君乐宝 长知识了爱的记忆箱 女生给男生放的是什么呀 是一封信吗 还是什么 那是我们两个刚刚刚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一起就是商议写下的 2019年之前要完成的所有事情 就是一个约定书 都完成了吗 没有 这是谁要写的呀 我们两个一起商量着写的 ICUV没买成啊 是个第一个商量着写的 因为これは可以离开 一顶二个商量着写的 而是优优独播放的 啦 我不 revolutionary 一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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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三顶ork当 我就想到了这么一段话 就这个男人今天会对你很好 看起来他非常的踏实 他很卑微地爱上你 谁又能保证他一辈子 能够那么卑微地爱上你 大概我会说这么一段话 然后闺女又说 那道理咋整 我跟他说 对于明天我们不是上帝 我们看不清楚 所以闺女听你的决定 坚定下去 比如说我就坚定地 要跟你再观察 再了解 看看你是不是 那就坚定地往前走 所以咱们说 情感这点事 最复杂又最努力 加油吧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关门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古方新红糖 谢敖更新鲜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看选择吧 请开门 有网友提问 我跟我老公认识到结婚三年了 准备在明年办酒席 最近一个月 我发现他和游戏里的一个女的聊得非常火热 翻看他的手机 居然在游戏里他们结婚了 天天老公老婆的叫 还语音 我发现这个之后非常生气 我回复了那个女人 也说明我们结婚了 我就质问我老公 他说这是虚拟世界的 我让他删 他不肯 跟我说 分开 让我趁年轻再找个好的男人 我实在是接受不了 对于男人背叛这件事 无论是肉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女人原不原谅是一回事 可男人求不求饶又是另外一回事 男人说会改的 不一定是认真的 但是如果他要分开 大多数是认真的 对一个认真过完脑子 要想来破坏这段感情的男人来说 他的这种破坏是存心蓄意的 不用再心存侥幸或者抱什么幻想 成全一个渣男 其实就是在拯救你自己